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8日周一 两市在昨天重磅力好之下 巨幅高开 直接是开盘 回补了3190的缺口 直接开在缺口上方 但开盘极高点 开盘之后的第一波回落的速度相当快 但随后是在3130 3140附近 稳住横盘震荡 这样一根假阴线走下来 其实对之后的一个判断难度 显然是增加的 就个人的看法 接下来几天 也无非就是在缺口附近做一个震荡 不会有一个快速的加速回落 震荡之后 中期走势依然是318 去寻找这样一个二浪的底部的一个时机 之后该怎么走怎么走 三浪还是回来 所以对于这根放量的假阴线之后 我们可以多观察几个交易 然后再决定自己的一个之后的一个策略 也不要急于一下子就去做一个定论 对于券商板块 找盘开盘 清一色全部涨停 并且是开盘在了三角形的线上方 但是和大盘一样没有站稳 那接下来就是对这一条趋势压制的考验 上午低点基本上刚好是对这条趋势线做一个回踩 那么我们就看午后是不是有一个回升 那接下来几天是不是能够在这条线上做一个震荡的气吻 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还是关注之前的一个这样一个地点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是不是能够站稳 从券商整体的形态看 月线高点 我们前两天视频都说过 7月份完成突破 8月份冲高回落 做了一个回踩 那起涨点还是看9月 9月份之后 是走一个趋势的上升 还是一个加速的上升 但整体依旧持续的看好券商 并不因为这一根放量的巨量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假阴线 就有所改观 因为毕竟大的趋势 没有任何的变化 当然就整体来说 特别是仓位重的 这几天可以在冲高中适当的降低仓位 然后可以再突破三角形把它接回 也可以寻找分时结构的低点 去把它一个接回 就跟他来说 这几天基本上只做差价 而不会做一个大幅的降低仓位 因为还是说了 整体的趋势 这样一个大三角形 持续的看好券商板块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另外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房地产 房地产其实同样也是 15年高点之后不断的回落到调整了八年的方向 整体来说上一波调整 地产是调整的幅度是明显大于券商的 然后现在也是对下降趋势这里 做了一个突破之后回踩 并且并没有完全的站稳 那么之后如果要做 也是以这条线去做一个低息 并且尽量选择业绩稍微好一点的个股去做 或者你直接是龙头选手 找龙头 那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说过沙盒股份 首先业绩比较好 另外趋势非常的好 今天也是高开下降之后 截止收盘 中午收盘也是莫勒克版 接下来可以连接 高点以来的趋势压制 目前还没有做突破 关键看明天开盘是否能在线上 如果不能 那意味着还要在内部做一个震荡消化之后再突破 突破之后再去做 不要急于去打板 其他方向 早盘现在这样一根线走下来之后 就会比较杂乱 核废水方向是做了一个探底的回升 其他还是目前的状态 可以多观察几个交易率 包括大盘 其实整体来看 也应该起长点在9月 所以不用太过于着急 去做一个立刻的介入 那以上是中午的复盘视频 具体的我们等收盘之后再做分析 那上午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